求生界的狠人千千万 荒野独居占一半 有用草根泡水的修仙强者 还有靠海为生的捕鱼达人 以及一门新思造别墅的荒野建筑师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究竟谁才是本季的挨恶之王呢 挑战进行到第七天 场上还有九位选手 只见克莱掏出了他的性感红裤头 把裤脚捆在一起 将上级抓到的鱼放在里面 掉在树枝上当储备粮 这样就不用担心其他野兽过来偷吃了 将食物储存好后 他又搬来不少苔藓 把木屋的缝隙全都填充好 防风效果直接拉满 然后在房屋外围堆好壁炉 为了防止炉火突然烧了房子 他特意扒光了木桩的树皮 在上面忽了一层潮湿的泥巴 前几季的选手有不少都是浪霉的 吸取了前人的经验 克莱主打一个猥琐发育 完事后他又拿来干讨 准备点火试试效果 看着壁炉的火越烧越旺 他感觉这个冬天指定是稳了 保暖的同时还能兼顾排烟 就算零下40度也不带怕了 克莱紧张的心情瞬间放松下来 鲁克直到太阳晒屁股了才起床 他这一个星期没有找到任何食物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干脆也开始建造过冬的豪宅 鲁克这一身标储存了不少脂肪 在挨饿硬挺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 但当活的时候热量消耗也更快 他也把树皮全都用刀刮掉 防止哪天房顶突然被烧没了 用鞋带固定好框架 花了大概半天时间 现在只差用防水布封顶了 看上去还是挺结实的 湖面突然一阵凉风刮过 鲁克这才想起来填充墙面缝隙 防风保暖可不能含糊 这才是熬过冬天的关键 挑战进行到第八天 马特在屋里听见了老鼠的叫声 他既担心杰瑞肯坏他的物资 又兴奋这么多天总算看见肉了 鲜烧壶热水暖暖身子 紧接着他又挖了不少野洋葱 味道虽然有点苦 但是恶吉安娜还管那么多 马特这边正卖力地挖着 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 回头才发现是身后的干草烧着了 他赶紧冲上去救火 幸亏这哥们反应足够快 要不他至少得盼个两三年 吃顿早饭够不容易的 将切好的葱丝放在锅里煮熟 捏住鼻子一口气干了 别说这味道还挺上头 画面回到克莱这里 他本打算多掉几条鱼做成干 但是今天湖边风太大了 干脆收拾东西去森林里看看 要是能抓头驼鹿野牛啥的 基本就可以迟到过年了 他从屋里拿出弓箭 朝着附近的山坡走去 前面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想必资源肯定非常丰富 但是等走近后他就后悔了 这里曾经发生过山火 树木都被烧得光秃秃的 估计动物们早就搬家了 今天好不容易跑这么远 没想到毛都没有找到 克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不该白白浪费那么多体力的 他在周围寻找着一切能吃的东西 还好挖到不少浆果 算下来也没那么亏 他打算建造一个冷藏室 把收集到的果子储存起来 先在山坡上刨一个坑 差不多40厘米深 再收集一些木板 把它们铺在洞口四周 再铺上一些苔藓保鲜保湿 最后把浆果全倒进去 效果咋样 其实克莱心里也没底 只能祈祷他千万别发霉变质 画面给到鲁克这边 他又开始了新一天的搬砖 房子已经盖得差不多了 他打算给自己做个木床 天天睡在地上太容易着凉 先把木板拼在木桩上 这么躺上去还是有点硬 他又搬来了不少松树枝 当作床垫刚好合适 比家里的奇梦斯还要舒服 时间来到下午 他将防水布铺在房梁上面 鲁克的大别墅总算是完工了 接下来得想办法填饱肚子 鲁克挖了不少洋葱和浆果 这是他能找到的所有食物 这几天他一直在尝试钓鱼 但是连片鱼鳞都没见过 前天还跑到布湖对岸去打猎 啥也没抓到不说 差点还给他动个半死 鲁克的心里多少有点崩溃 再这么下去迟早凉凉 挑战进行到第九天 接下来登场的选手叫做乔丹 他对盖房子有种近乎疯狂的执着 从开局一直折腾到现在 每根木头都必须摆放笔直 而且尺寸都还不能差得太多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乔丹的豪宅已经逐渐成型 他打算再掏个门出来 生活必须要有仪式感 这哥们八成是个木匠转世 多少是有一点强迫症在里面 等他的房子彻底盖好 估计人也差不多快凉透了 挑战进行到第十天 接下来登场的是女选手短发姐 她是来自法国的植物学家 对各种野菜野果非常熟悉 能不能吃她一尝就知道 在森林里溜达了半天 由于没有找到浆果 她蹲在地上跑起了树根 这种修仙玩家往往是最可怕的 你永远不知道她能够多久 对于她来说 曼山殿也全都是能吃的东西 短发姐说这玩意叫防蜂草 枝条烤干以后可以做成吸管 根筋烤熟了以后可以吃 据说其中富含淀粉 但是味道又苦又腥 比吃了奥利给还让人难受 实在有点扛不住 她还是决定去河边抓鱼 至于吃树根啥的 不到万不得已还是算了 她相中一个很适合钓鱼的位置 二话不说立马砍树制作鱼竿 将鱼线牢牢绑在木棍上 拴一只蚂蚱当诱饵 然后把鱼竿固定在河滩上 接下来只需要等待就行 说起钓鱼那就不得不提到罗斯 她的动手能力很强 用废旧材料手搓了一套路压干 看上去比短发姐靠谱不少 接下来就是实战环节 先抛几杆试试手感 只能说想象中是美好的 罗斯从早晨调到中午 又从中午调到下午 眼瞅着天都快飞了 愣是连条泥丘都没看见 时间到了半夜 营地外传来野兽的吼叫声 罗斯瞬间从睡梦中惊醒 她赶紧往外瞥了一眼 寻思不是刚才做噩梦了吧 她能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仔细一看才发现 竟然有只灰熊在营地门口溜达 罗斯的魂都快下飞了 她赶紧掏出节目组的蛆熊号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黑熊瞬间撒鸭子就跑没影了 但罗斯的心情依旧十分激动 说话都开始结结巴巴 看来今天注定是个不眠夜 而马特这边同样没睡 她正在忙着抓营地中的老鼠 把几根木棍组合成一套陷阱 把它们支在石头下面 只要有杰瑞路过这里 马上就会被上百斤的巨石压成薯片 到时候马特就能起锅烧油了 挑战进行到第十一天 马特整整等了一夜 但是薯片陷阱没有被处罚 他准备收拾东西先出门打猎 就当他掏出弓箭的一瞬间 整个人瞬间就猛了 弓弦竟然被小杰瑞咬成了两半 马特的心里不知道有多崩溃 这耗子是无法无天了吗 还有没有人能管管他们 事到如今他只能先给弓弦打个结凑合用 外面再缠一层钢丝加固 看样子修复的效果还不错 就是怕突然断了崩到自己脸上 随着冬天慢慢临近 短发姐准备给帐篷安的大门 正当他给木棍两尺寸的时候 肚子里突然一阵疼痛抽搐 看来那什么防蜂草压根不能吃 现在后悔肯定是没啥用了 短发姐钻进小树林化身喷射战士 时间到了晚上 短发姐总算是反应过来了 合着她吃的那个根本不是防蜂草 而是一种有毒的水晴 说好的植物学家呢 这下气氛有点尴尬了 为了防止再出啥意外 赶紧吃两块木炭排排毒 争取明天把肚子都排空 挑战进行到第十二天 乔丹准备来河边钓鱼 前十几天光顾着盖房子 以至于他现在连根鱼竿都没做 但乔丹表示问题不大 钓鱼就像买彩票咬奖一样 和装备歧视关系不大 主要拼的就是个运气 话刚说完 他突然觉得手中的鱼线猛的一紧 下意识拽着线就往岸上跑 这哥们还真是言出法随 气韵之子实锤了 一条七八斤的大炉鱼到手 连怎么烹饪他都提前想好了 先来炖个鱼头尝尝鲜 加点野生黄金根当调料 放在火堆上慢慢炖半小时 在等待鱼肉入味的过程中 乔丹又搭了一个熏鱼架 美味的鱼肉那肯定要烤成鱼干 留着以后半夜饿了慢慢享用 随着鱼头新鲜出锅 乔丹拿起筷子就是咔咔一顿炫 这段时间盖房子确实够辛苦的 画面再次给到短发姐 昨天晚上他一宿都没睡着 半夜跑到小树林化身喷射战士 腿都快要蹲妈了 等到他熬到天亮的时候 整个人走到都打哆嗦 这水勤的后劲也太足了 赶紧喝口热水缓解一下 此时他心里一万个后悔 为啥非要来参加是一个求生比赛 现在算是彻底身败名裂了 目前来看场上还有九位选手 除了浑身虚脱的短发姐以外 其他八位选手的都慢慢进入了比赛状态 但是随着冬天慢慢临近 他们还会遇到哪些严酷考验呢 下期挑战精彩继续